是不是真的成立公司 一定会比个人工作室 或者是自营业者来划算 如果单纯就税务上考量的话 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个案判断 因为行业别的不同 那当然因为每行业别 这个使用这个税率 就刚刚说到扩大输成税率 可能就不太一样 第一个是这样子 那第二个是说 今天开立公司 其实我们的这个税 跟个人工作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公司它可以达到一个地盐缴税的效果 对对 因为个人的部分 假设今年收入偏高点 那其实当年度就要结算把它缴掉 那其实刚刚有稍微前面也有提到 就是说今天开了公司之后 我们的鼓励 应该说会变成公司的盈余 那公司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嘛 他口袋以前就公司缴完税就没事了 那公司的这个税率是20% 对 如果当年度的这个收入 如果标高超过20%以上的税率的时候 公司可以去做一个平稳化的动作 那第二年的时候 也可以再考虑说 他不要去做这样的分配盈余 那如果这样做规划的话 其实公司的弹性是稍微多一些 有没有结到这个税 还是要去看他的这个属性是什么 对对 那如果说是当年度就是非常高的这种收入的话 可能就规划公司或许会比较好一点 本系列主题由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与法律百换运动跨界合作 大家好 我是贵志 很开心今年能够担任中小企业荣誉律师 那今年很开心法白 也要能够跟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继续来合作制作中小企业法律通的系列节目之外 也可以让我们的听众除了获得法律 也要来提供大家良好的财务习惯 所以我们跟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也推出由荣誉会计师担任来宾的系列节目 中小企业财快通 本系列的第六集节目 我们邀请中小企业荣誉会计师周振和会计师 要来和大家分享中小企业必须知道的企业税务大小事 因为五月报税季到了 所以我想这个就会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 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中小企业 常见的财务税务观念 我们希望可以帮中小企业主题创业者 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 在平常就可以建立正确的财务税务观念 那我们现在到了五月 新的年度报税季来了 每个中小企业主要绷紧升级 那今天很开心可以跟我们的周振和周会计师 来聊聊中小企业常见的税务问题 那我想报税每一年大家都会非常紧张 因为报税真的是一个非常多细节要注意的事情 一不小心就会踩雷 然后可能后面就会被通知要补证那个东西 补证那个东西 一不小心没有处理好 可能后面又会有罚单要处理 非常麻烦 所以今天非常开心 可以跟我们的周振和周会计师 一起来聊聊看 到底我们在报税时候 有没有一些paypal可以帮助我们来避免 这些报税的麻烦 我们欢迎我们的周会计师 柜子好 听众朋友好 我是振和 台湾的这个税的总领很多 大家说这个什么中华民国万税 那五月报税 要报的是什么税 OK 五月份要报税 基本上有这个个人终合所的税 还有这个initiate所的税 是大家最注意的这个议题 那这两个税其实也是每一个人都不想要面对的事情 因为对大家来说是一比较大的支出 对毕竟是累积了一整年度的这个收入 要去跟国家缴纳的税付这样子 那对中小企业来说 因为我们这个系列是以中小企业为主 那刚刚会计师您提到有分成个人所得税 还有盈利事业所得税 那看起来跟企业有关的应该是盈利事业所得税的部分 对对对对 跟企业相关是这个盈利事业所得税的部分 那如果对于这个新创公司来说 若是一人公司 然后再缴完这个盈利事业所得税之后呢 再分配盈余 就像是说发股利的时候 还是回归到个人身上 所以个人还是要再缴一次税 那当然这个过往有一些两岁合一的议题 相对于来说 现在目前是有一个可以扣底的一个限额 所以大家也可以不用担心有重复课税的部分 OK 所以公司要在五月缴完税才能发股利 然后发完股利之后立刻又要再缴税 有这样的状况吗 应该是说我们在今年度赚的钱 那会做一个结算 结算之后 大家股东在投票决定要不要发放这份股利 他就会并入到这个明年的所得来计算这样子 所以是不同年度的 OK 不同年度的 对对对对 那我们也听过另外一个税叫营业税 那刚刚周会计事宁也听到 就是今年现在五月要缴的 叫做盈利事业所得税 这名字听起来很像 它到底是一样东西还是不一样的东西 是是是 其实这个部分呢 跟这个规资报告一下 其实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或许清楚了 但对于这新创公司来说 了解盈利事业所得税跟营业税的差别 其实是蛮重要的 营业税就是卖货物或卖这个劳务的时候 针对这个价值行为去刻税 那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每个公司都有盈利的开销 那生意人基本上也不会做这亏钱的生意 所以大部分的人 我想人的常情都是会先卖掉货物之后赚的钱 扣除掉成本费用之后 再加上一点点获利来做定价 大部分生意人应该都是这样子来去做赚钱的规划 那纵观来看的话 其实大家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一笔交易 如果从最初的开头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从最上游啊 大盘啊 中盘啊 到批发到零售的话 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利润 就是属于留下自己的利润 那我们这样纵观来看 利润就有点像是跌跌乐 那营业税就是针对这些利润 去对这个鸽子厂商来进行课税 对那其实讲到这边 其实听众朋友们知道 我这个短处的 《会计师生涯》里面最常听到的一句话 是什么吗 《会计师》你知道什么 蛮好奇的 因为对这个律师来说 最不懂的通常就是税法 因为对台湾这个税法 对律师来说 其实会在念法律的 通常都是这个数学不太好 税法可能就会是律师 比较逃避的项目 是是是 其实会计师 我本人啊 数学不是很好 我们都是靠计算机 太谦虚了 对对对 那其实很常听到的一句话 就是说那政府怎么知道 我有没有缴税 对 对所以这句话其实蛮有意思的 因为其实当这个老板这样问的时候 基本上 都是缴了很多税了 对对 所以政府会怎么知道 大家怎么缴税呢 那在营业税的部分呢 就是会透过这个上下游的 发票开立的方式 的状态来确认 所以国税局非常在意 这个业主有没有正常的取得 或是开立发票的这件事情 那这是属于营业税的部分 开发票这件事情 就是确保国家 一定会拿到营业税 对的对的 就是有个代真人啊 他就先把这个利润的部分 先缴那另外一方面 他的镜像的部分可以做扣底 所以刚刚才说 这个成本非要被扣掉 就针对这个利润的部分 去做克税 镜像做扣底 它是什么意思 OK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 卖出东西的时候 会开立这个发票 那我们在含话叫做销货发票 OK 销售货物或劳务的发票 叫销像发票 对那对于说 如果我们取得这些货物或劳务的时候 会跟上一个人 去拿到这个发票的时候 就叫进项 OK 对进货的发票 对所以当这个销像跟进项扣掉之后 就是这个我刚刚说的利润的部分 OK 对所以政府跟国税局 就会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了解公司 到底有没有在这利润上面 去缴营业税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营业税的部分呢 大部分上会用上控管 那跟营锁税的这个关系又是什么呢 那其实营锁税的话 跟大家再说明一下 因为这段其实也蛮重要的 大家这个月应该都有去报税吧 那大家这个月或者是上个月 应该都有去报税 对 对那这个报什么税 基本上刚刚说到 个人就会报这个综合所得税嘛 那公司的话 就是报这Initiate所得税 那营锁税就是公司要缴的所得税啦 这个大概念的来说 这个所得税就是这个收入扣掉这个成本 或者支出之后的剩下的一个金额 去成为这个税率啦 大概念这样子 或者是用特殊的比例去算 就例如说输省率啊 来去算这个要讲的税额这样子 用利润去算这个税额 所以这是所得税的概念 跟营业税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他们本身上就是不同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营业税就针对这个行为 销售 只要销售行为去克税 那国税局就会去监督你 也没有去做这取得跟开立发票的动作 那所得税部分就是针对你这一整年的 结算的利润去做克税 但不过还是有共同点 就是都很复杂 为什么会很复杂 我接下来去讲 因为这两个国税的概念 听众朋友如果说现在有想到 他们之前的关联性到底是什么 我想应该是天选之人的 因为可能想到是说 为什么要去想营业税跟所得税 其实我常跟这个服务的新创伙伴来说 就是说营业税基本上就是小考 营业税是两个月要报一次 对两个月考一次很痛苦 对啊就一开始法白一开始开公司的时候 完全没有观念 所以两个月就要弄一次这个 什么401报表 对对对对 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 对对就是对新创公司来说 就是面临的第一个考试 对啊就说你念法律 人不知道这个营业税法 两个月就要报一次吗 我说不知道 大学税法不会教这个东西 只会教一些原理原则而已 是是是是 其实我现在在东吴 我在进修这个法律系 对当然还没有修到税法这样 比较惭愧我大学没有修税法 逃避这个课 因为现在出社会就很后悔 因为这个是很实用的东西 是是是是是 对不过现在学还来得及 所以现在赶快跟周会计师来恶补一下 不不不就互相交流这样子 刚刚说营业税是小考 小考因为两个月要考一次 对对对就是说两个月考一次 那营所税就是大考 一年至少考一次 至少考一次 那会有考两次的状况吗 如果公司赚得多的话 可能一年在九月份的时候 会有一个叫站脚 它是属于这所得税申报的范围 站脚的意思就是说 公司去年好像赚蛮多的 那为了国家 你可不可以先在九月的时候 先脚一部分的税 还有这种事 国家提前来要钱 没错没错 这个叫做分散这个现金的 那个水位的部分 怕你一次脚太痛苦 就分次脚 怕你一次拿不出来 赚太多钱 瞬间要拿太多税出来 对对对 就是说也是蛮贴心的 朝三暮四 朝四暮三 一次拿七出来太困难 是不是跟信用卡分歧的概念 好像有点像 对 那赢索税就是大考 那为什么这样说 就刚刚说到 因为营业税一年要报六次 索税税至少一年报一次 所以这两个的交集的范围 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蛮有趣的事情 贵子在念书的时候 我们听过这莫非定律 就是念书的时候 其实考试的时候 念的都没有考 但是考的都没有念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营业税就是一个 大圈跟小圈的概念 营业税它的范围 虽然小一点 不过在营业税申报的时候 就要把营业税那时候 报的资料去把它放进去 那除了营业税 会有这营业税的资料之外 还会加一些 其他非营业税的资料 例如说扣缴 或是一些其他费用等等的资料 对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今天我们在想 这两件事情的关联系的话 那就是说平常要好好念书 对因为当小考考不好的时候 其实大考会考得好吗 说不定会 对对 但是就是说如果小考 平常没有念的话 其实大考就会比较辛苦 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平常没有好好做账 到这个期末考 要来做营业事业所得税的时候 就会疯掉这样子 对对对对 就是会 平常就是如果没有去维护的话 那就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对账 去去了解这样子 是 那像前两年针对疫情的关系 有这个税务基本优惠 因为我们在前一季的 中小企业财团通常都有提到 这个税务基本优惠 有提醒听到朋友 如果有这个疫情的状况的话 公司有收入上的一些挫折的话 因为疫情嘛 难免收入不是很好 那可以 那要去注意 可能政府有很多的这个减免或补助 可以来去找找看 那现在疫情感觉已经结束了 因为WHO也宣布 这个肺炎已经不是国际公共紧急事件了 那现在 今年还有这个税务基本优惠吗 是是是 OK 今年就是疫情是趋缓 那当然就是报税期间也回归到以往 就是说并不像前几年 就是有多延长一个月 对啊 前几年有多延长到六月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偷懒的 所以我前几年就是到六月二十几号才报完 对对对 所以说趋缓的话 基本上就是也是天佑台湾 就是说台湾就是更和平相合了 但其实现在如果回归到一个月的话 那就也是天佑是各位 就是公司财务跟税务的会计服务人员这样子 就回归到以往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是这个会计税务圈的朋友 那就真的是辛苦了 那这一段期间 其实财政部有发布了许多措施了 还能不能够继续使用呢 其实是可以的 OK 对对对 原则上还是沿用到这个 这个今年的六月三十号 对对 包含到这个五月份的报税 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政策 其实大部分都是跟这个纾困条例是共同进退的 那目前公告这个纾困条例是实行到这个六月底 所以如果目前没有在公告延长的话 那这些政策也是会如期扮演到这个时间点 对对对 所以这些税务减免基本上会到今年六月底 对对对对 这些政策的部分 OK 所以这些东西大家还是可以注意一下 对对 布局的还蛮棒的 对那 除此之外 今天有没有一些新规定 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在报税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新的措施 因为政府有时候规定是 每一年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 是是是 在报税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定 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 是是 应该是说 蛮多是延续性的 滚动性的去调整 那当然有些可以继续沿用的 那大家就是好好把握继续沿用 那我这边有整理一下 那简单帮大家复习一下 就过往的几个减免的优惠 今年还可以适用 那第一个就是这个扩大 扩大书审的这个存益率打八折 那什么是扩大书审存益率 其实也许听过前几集的朋友 有听过 其他快乐是有介绍过 对那 其实刚刚在讲这个 所得税部分的时候 也有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说税务这一块的话 我们如果对于这个仗测齐倍 那营收是三千万 那部分好像是一千万的 以下的这个盈利事业 那我们可以去采取这扩大 输成成员率 直接去用营收乘予特定比率 那就是你的最后的净利 这样子去计算你的所得税额 那这个比率呢 在这次的减免优惠的时候 可以打八折 那打八折是有需要符合 特定条件这样吗 是是是是 对就是跳楼大拍卖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吗 就是如果用 这叫做苏省 对对对 那其他像是业外收入 或是补助款 这些非营业收入的部分 也要乘上这个比率吗 对对对 所以扩大苏省存益率 会是营收 加上非营收的部分 乘上一个比率这样 来当做你赚的钱 对对对 也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的 可是说不定 我根本就没有赚到那么多钱 会不会有这个状况 也是有可能的 那我就会要缴比较多钱 对所以 假设我一年 营收一千万 是 然后算出来 用这个比率算出来 假设他认为我会赚 一百万好了 可是说不定我实际上 就有赚八十万 那不就 亏了二十万 是是 所以 如果这样这起备之下的话 这企业主可以去选择 是要用扩大苏省去算呢 还是用这个查账申报 查账申报 就是用如实记账的 一笔收入记一笔 那这个 就是说 计算出来之后的这个 所得 去直接计算 如果说刚刚真的没有赚这么多 那这以实际的来 来这个课税这样子 对对对对 那什么情况下 我们会建议大家用这个 书省的方式来去报税 什么时候 就是说 其实我想大家都是要账铺要完备 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说 在比较的时候呢 在试算的时候 其实可以稍微看一下说 哪一种其实比较好 那大部分人应该就是说 税哪一个可以少缴一点 就选哪一个吧 算出来如果书省的这个税域 比较便宜的话 就用书省的方式来报税 比较划算 应该是说 这些部分的话 如果说实际上的这个 我们的账载是比较高的话 那其实原则上是不能够直接 去直接用书省 OK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 这一块的话 如果有试用书省的朋友的话 那就是可以把握 这个打八折的优惠这样子 OK 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去了解 询问一些会计师 来了解怎么来处理 会比较 对对对 在税务上得到减免这样子 没错没错 法律上还是有些要注意的地方 是是是 这个可能要个案去稍微看一下 就每一个公司 可能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对对 但是我们这边跟大家分享 我们的法律有 我们法律有分成 查 不好意思 查障 查障的方式 查障申报的方式 还有书省申报的方式 对对对 查障申报的方式 就是用 就是用我们完整的账册来申报 那就是实际赚多少 就报多少 对对 那书省申报就是给大家 比较听起来就是用 比较简便的方式 是是是 用我们今年赚的钱 直接乘上国税局 然后可能颁定一个 一个数 对对对 他颁定一个数字叫做书省 书省率 书省率 对对对 那你的 你赚的钱乘上书省率之后 他就会认定你赚 你的利率是这么多 对 现在在打八折 对的对 因为疫情的关系在打八折 是是是是 就用这个打过八折的数字 来作为 计算你要做做 克多少税的一个标准 对 用这个来设为一个基准这样 OK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 其实在法律上面有这些 税务减免的一些 疫情的规定 我们要来注意一下 对 但他比较精确的来说 应该不是算法律 算是一个行政规则 OK 对对对对 这个税局这边发布的 由那个国税局这边自己来制定的 对对对 算是行政命令的部分 应该算 这可能要确认一下 好 应该都是法律有授权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说 它是法律的一环 是是是 这就是比较下位的 了解了解了解 OK 那再来是 说会就是像我跟你讲 聊这么多 从营业税 营利事业 所得税 一路聊聊 现在很多电话片 他们比较认真 他们就会上网去 查很多资料 像我们每一集都会跟大家说 在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有一个网站 我们一直跟大家说 我们有一个很老用的网站 叫做马上办服务中心 那里面就提供 荣誉会计师免费 线上咨询服务 那像在这里面呢 它其实就也有 很多财快的相关资讯 那在这里面 有个咨询专区 就是提供大家来问 财快的相关问题 其中有些问题 就跟我们今天 讨论的东西很有关系 譬如说 像刚刚就有讲到的 什么镜像 扣底 或者是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取得合法凭证 或者是凭证效期 费用限额 或者是漏报 或者是 有些公司的老板 会很困扰 说可能跟客户出去吃饭 可是会计师 或者是计账师 跟他说 你这个是交际费用 不能报账 那老板就会觉得 莫名其妙 这个是客户 可能从国外来 这是公司的花费 就不能报账 那就变成要知道腰包 所以很多老板 也觉得莫名其妙 到底我们在 公司在这些使用 支出费用项目上面 这些镜像扣底的 有什么地方要注意的 了解了解 是 其实这个 我昨天也有稍微看一下 那个网站上的问题 就是稍微浏览一下 平常也是会 稍微看一下回答 那也会上去回答 那其实关于 这个镜像扣底的问题 真的是蛮多的 那也是说 说法真的蛮不容易 对 因为像我自己个人 经验就会是 常常以为 我以为这个 就是公司的费用 可是就会被提起说 这个不能报 我就觉得 原来这不能用 最常遇到的 就是这个交际费的问题 是是是 应该是这样说 我们在这个费用上面 有分为这个财务上的费用 跟税务上的费用 对于财务上费用而已 今天即使这笔费用 在税局那边不被认定 但是对于公司来说 实际上有这笔支出 那在公司的账上 应该就是要记录这笔的 对因为我钱真的出去了 对 那如果是税上的费用 当然就是有一些 这个税法的规定 需要去遵守 所以大家可能在 做这个问题的学问的时候 就可能有点消消混淆 对 那其实我觉得税法 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把一些 计算的东西 写成文字 因为以前 我们在这个会计系学习的时候 基本上是表啊 数字啊 把它抖起来 然后把它算出一个结果 可能做一些 简单的会计分录啊 对可能是这样的练习 那其实在读税法的时候 它是建立在 这些表册上面把它文字化 所以我觉得这些税务员啊 或是国税率 真的相当厉害 那其实稍微汇总一下 这些问题 就问题有几种 就是说 可能拿到这个凭证 它可以扣底吗 如果不能扣底的话 我可以入账吗 就可能会有这一类的问题 那其实像这一类的问题啊 可不可以扣底这件事情 其实大原则就是说 如果今天这笔 是符合这公司的本业 上来做实用的镜像 也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 这个进货的成本啊 或是费用一些 这种的发票 其实如果是符合本业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来做实用 对啊 就像是说 今天老板去买一件衣服 假设他是卖衣服的店 那他进衣服 就会觉得很合理 对 因为今天你买了衣服 是给这个销货上使用嘛 那这样的镜像发票 对于这间公司而言 或许就说得过去 因为就是符合本业上使用 对 但如果今天 它是一间餐厅 那买这个衣服 就会有一点 不太确定 是不是合逻辑 因为如果说 今天这个买衣服 是给这个餐厅的员工 做制服说实用 其实还算OK 但是如果说是 他个人的衣服 就是老板自己买一些 天购一些冬装 或夏装 天气变热了嘛 那这种就比较不符合 本业上使用 所以为什么会有一样的凭证 但是不同公司 不能做扣底的状况 可能是源自于这样的原因 就是这个凭证 凭证就是我们讲的发票吗 对 就是这个凭证 这个发票 到底能不能拿来报税 报营业税 报营业税 是要看这个凭证所买的东西 买的财务 买的劳务 到底是不是跟公司本业有关 是的 关键在这里 对的 我就遇过一个有趣的状况 就是愿法白 因为我们的账会找会计师签证 然后就遇过一个有趣的状况 就是发票上面又买书 有一些书会计师说可以做 有一些书会计师说也不可以做 比如说 我们会买了一些就是法律的书 对 因为我们是 因为我们名字叫法律白话文 对 我们买了一些可能法律的课本 是 或者是买了一些讨论法律的 可能讨论法律的那种畅销书 是 然后就觉得 那会计师觉得这很合理 但是我们买了一些 可能商馆的书 或者买一些行销的书 因为我们有这个脸书嘛 什么的 所以有人就买了一些 这个报款 我看你怎么写啊 然后会计师就说 这跟你们什么关系 他解释给他听 是是是 但是我们就是会计人员 就跟我们说 这个会计师觉得 这跟你们本业无关 怎么可以买这个东西 对对对 这不能理税 我们说这个 怎么根本没有关 我们要进行演书啊什么的 对 那我们还要解释给他听 这跟我们什么关系 是是是是 其实这个问题 真的是蛮蛮有趣的 其实我觉得也是 会计人员 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原因之一 对 举例来说 刚刚这个 到底本业或是非本业 到底怎么样去判断 其实就是 一页组这边的规划去为主 对 那当然就是解释上来说 有点像会计师 会计师在帮你做一个初步的复合 如果今天连 这个快计师那关都过不了 那到国税那边 可能快计师也很难帮你去 稍微说明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对对 那其实 我这边有一个 蛮有趣的例子 举例来说 这公司最常 一定会用到的东西 就是可能 笔啊或纸嘛 但是一定会用到的东西 叫做卫生纸 对 对 那 柜师你认为 卫生纸应该要列什么样的费用 会计科目我没有很熟 糟糕耶 呃就以很直观来说 可能就办公室的费用 办公室的费用吧 什么杂资之类的吗 呃对可能杂资也OK 杂资或者是什么 日用品吗 日用品 日用品这个科目吗 呃我们 我们放在杂资 其实就是很没有错 就是OK这样OK 对对对 那只是说 这个会计科目的认定 当然还有一些定义 那杂资就是说 可能相对来说 没有办法去认定的 对 那其实有一些 这个限额的部分 那假如说今天 因为不同会计科目 可能就有不同的限额 不能超过多少 对对对 例如刚刚提到 这个交际费的上限这样子 那我能怎么样去 把这个费用的部分 去做相对于的 科目的归入呢 那举例来说 今天这个卫生纸 是给大家做使用 是办公室用途上使用的 那如果今天这个卫生纸 上面印了这个 可能法白的这个logo 或是法白的一些文宣 那它会不会是广告费呢 就变广告品了 但它同样都是卫生纸 同样都可以用 所以这样的解释 认定上其实我觉得是 蛮有趣的 就不同会计科目 可能都会有一些些 这样的一些Mega 对对对 就是在 因为营业税法规定 每一个会计科目 可以抵营业税有上限 概念是这样 是是是 所以我们要用一些技巧 让买东西的时候 让他可以 尽量把这些科目 合理的用完 是是 同样买卫生纸 对 把它归到杂志 也是个方法 可是杂志如果用完的话 那我们就转个念头 那我们只要厂商订做 那就变成广告费 但是其实也是在公司内打广告 对 应该说就是合逾事实的 去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 那当然就是这个费用的 转化或是归入 其实真的没有一个一定 那只是说 这个企业主要知道的 这个大原则 就是说一定是这个 本业上使用 那本业怎么定义 那如果说今天 业主不是很清楚 这些本业的话 会计人员好像也难把 可是像这一招 就真的很需要看各行各业 是是 因为像如果法白 做这件事情的话 一定会被刁难啊 说你们公司 为什么要印卫生纸当广告 因为我们要去哪里发 对啊 可能如果国税局来问的话 我们已经讲不出来 因为我们是网络媒体 我们平常根本运不到人 印对卫生纸当广告 要干嘛 感觉就很奇怪啊 了解了解了解 所以这感觉 真的要合于事实 对对对 你不能就是很明显 在规避法令嘛 是是是是对 真的还是要有专业的人士 专业的会计师 然后很了解自己公司的人 来协助判断 对对 才能有办法 用符合法令的方式 找到真正结税的方法 是是是 对因为我其实觉得 是说专业领域的事情啊 像我们这种 可能律师或者会计师 或是刚刚有稍微聊到 记账的事 我们这种税务代理的部分呢 基本上我们这种专业人士 就像是厨师 业主当然自己也可以 自己做菜 自己做菜来吃 对对 但是像我们这种专业人士 可能弄出来的菜色 你可能觉得 或许不合口味 但是至少来说 都是有品质的 那其实 都是安全的 对对对 好吃的 对 那我想这个服务价值 就是说 帮助这个公司抽丝剥茧 是 那符合他的 这个事实立场 因为有时候 我觉得业主 也不是要说谎 或是什么之类 只是他不知道 怎么去表达 可能在沟通上 就会有一些小误解 是 对因为有时候 像我今天录法白 也蛮紧张的 因为第一次来 那像业主 如果第一次进到 国税局的时候 肯定也是很紧张的 那就不知道 该怎么去解释 这件事情 就需要 专业人士去 中间去协助沟通 这样 连我都没有进过国税局 去过法院 去过地检署 去过调查局 没有去过国税局 不知道这感觉 是不是一样的 我觉得应该 如果对于位置的恐惧感 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叫我进去调查局 或是 这个法院可能都会怕怕的 就是一样去那边 他也是会问你问题 然后又回答这样子 所以应该当事人 都会蛮紧张的 应该还是很紧张 因为讲说话 可能就会被罚很多钱 对 所以会计的这个专业 就来自于这个地方 所以也常常 像最近AI很红 大家也会问说 未来AI会不会取代 会计师的工作 因为现在大家看 那个 Chair GPT很厉害 看起来会不会 就把一堆发票丢进去 他就自己把账做出来 是 有没有可能变最 我觉得是说是有机会 去在执行面上面 去缩短一些时间的 不过其实我会觉得 其实问这个问题 也是蛮有趣的 对 那其实大家会想要问这个问题 本质上来说就是 可能是想要简单一点 就是可能工作上可以有效率 或者是想偷懒 没有啦没有 那其实有一段时间 可能也没有去关注 这样最新的发展 其实就我目前所知 AI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例如说这个写文章 写文案 那画图做影片 或者是这个录Podcast 可以吗 那现在在那边录的是AI 以后是不是可以 因为现在对岸已经 用AI模拟孙燕姿的声音 写了一堆歌出来 说不定以后就是 会有AIPodcast 所以你给他几句话 他就帮你弄一个节目出来 所以我也可以跟 这个孙燕姿合唱这样子 以后搞不好有这个机会 那很期待 现在已经在讨论 那个法律问题了 因为那个 因为那个真的以假乱真 他用瑟燕姿的声音 唱周杰伦的歌 但是瑟燕姿根本没唱过那个歌 有点难想象 其实我觉得蛮有争议的 我觉得其实不仅对瑟燕姿本人 可能不是很公平 对周杰伦也不是很公平 当然这可能跟今天主题无关 但是这也代表 就是我们已经来到全新的时代 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开始思考 我现在我觉得很麻烦的事情 像报税大家就觉得麻烦 我能不能把这些发票全部档案丢给AI 然后就上传过最局 那反过来大家也会担心 那完蛋了以后 我的工作会不会都被AI取代 对对对 那其实我认为这个完完全全取代 应该是不至于啦 因为刚刚其实有提到 有稍微聊到这个卫生纸的这个部分 其实很多的判断 还是在于这个人的判断上面 那当然是说如果AI未来 已经可以做到完全的数据化的话 我会认为是说 必须要建立在 不管是政府单位或体制上 已经完全接纳这AI的应用级判断 就例如说今天我们假设今天上法院 那法官如果是一位AI的话 那就等于是AI今天说什么 大家都要接受这样概念 那其实我会觉得 这个人性上可能会比较难接受 对所以如果在这个社会科学的这一方面 能不能让AI完全取代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 对在判断层面会是有一段路 那另外一个不会被取代的原因 就是刚刚有稍微提到的 就是说因为这个一个是人的判断 那AI目前的话就好像 没办法去更新到最新的这个法令的资料 然后也会去避免去回答这些问题 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如果业主要拿它来做一个决策分析的话 其实比较难去给予这个资讯的分析 那其实需要这东西的话 也需要执行上人力 要需要输入 所以当然这个东西可以协助 让这个业主的工少一点 所以我会觉得在执行面上的话 要全部自动化 我把这东西全部丢进去给它处理 我觉得是还有一段路 但是其实如果在半自动化的发展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OK 就很像是之前很火红 这个半自动化机器人 对对对 那其实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的话 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 对在机器人方面是行之有年 所以其实我在认知上的话 或者是蛮粗浅的认知 那AI定位比较是在这个思维上的这个数位工具 可以去激发这个创作者 或者是这个工具上的使用 也许这也是科技的另外一个节点 对 归子你认为呢 OK 我自己觉得AI就是 跟会计师你想法差不多 就AI是个辅助的工具 就在工作的过程中 它可以缩短我很多工作时间 譬如说AI现在可以帮我 把podcast做成组织稿 我不需要自己听自己打 以前要自己听自己打 我现在就给他 就会自己做组织稿出来 或者是我们节目需要稳案 那我可以请他帮我写一个草稿 那我再来改 因为AI写出来草稿 通常没办法直接用 可能文笔太僵硬 或者是文笔就是看起来很奇怪 是 就是要念一些咒语嘛 就让他说 你现在是一个专业的创作者 或是你是一个什么行销专家 你应该要写这样的文案 我会跟大家说 像我们这一集讨论 我们这一集跟可能做会计师 讨论营业税 营利事业手的税 然后几个问题 你提供给我一个节目 介绍文案给我 他就写一个案给我 然后我通常再来改 会比自己那边重启还快 是 是 是 所以某种程度 我们现在已经被AI掌控着了 对 我觉得对我来说 他的好处是这样 是 是 是 但是我不会让他去 取代我工作 我不会说AI给我 我就立刻拿来用 对 因为第一个是 我觉得他写出来的东西不行 第二个是我觉得 这样的话我就会被取代 对 我一定要让我自己的脑袋 还有利用的价值 是 是 是 这是我自己 这我自己也坚持 对对 但其实AI他也蛮多 就是在使用上的话 当他这个资料呼应 操作范围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一本正经的 胡说八道 对对对 所以我从来不问AI问题 对 所以我现在从来 在上面问他问题 我通常都是给他资料 然后叫他帮我整理 然后叫他帮我分析 我给他的东西 比较像是助理性性质的工作 对对对 AI目前当助理的话 我觉得都做得还蛮不错的 是 是 那其实也蛮就是 因应这个全球可能稍纸化 或是一些能力上的 一些短缺这样子 对 所以大家都在认为说 未来可能是助理型的工作 会越来越少 是 是 是 那不过既然现在AI 看起来不会取代 会计师工作的话 那看起来大家报税 还是要自己报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来 请周会计师提醒大家 报税过程中 既然还是 人工智慧还没办法取代工人智慧的话 那我们这些工人要怎么样 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注意的 才不会漏报 因为漏报 听说很容易被罚钱 因为税罚就是 这个漏罚多少钱 那个漏罚几倍这样子 对 那在这个报税过程中 有没有一些事情 可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是 是 是 对于这个新创公司的听众朋友们 对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究竟是这个漏开发票比较严重 就是扫报收入比较严重 还是这个费用符报比较严重 其实应该说 这两个都是有罚则的 那其实刚刚稍 在前面的时候 有说的营业税的部分 国税就相当于 注重于这个发票的取得跟开利 那只是在开利上面会特别的严格 因为如果今天如果连开都没有开 那对方就更不可能去取得这个发票了 所以我认为是说 合法的结税 其实是来自于说有税可以去结 当然就是说冲刺业务上是必须的 创业初期其实我会认为说 不要因为被逃税受罚 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结税 对 那要怎么样去确认这件事情呢 其实像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发展 那税局它有一些工具 大家可以去使用 那就是所谓的这个工商凭证 那工商凭证是什么 工商凭证就有像是这个 个人的自然人凭证 对 它就是你插进去啊 然后去找一些资料 就可以调到自己的劳保记录嘛 是 大家应该有如果 我玩玩看的话 应该知道自然人凭证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对 那其实自然人凭证呢 其实也可以去查掉这个个人的所得 用其实现在健保卡也可以 个人所得税的部分 其实健保法也可以去看到自己的所得 那对于公司来说 如果你有工商凭证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查掉 自己公司整年度的所得 对 对 不过这个东西是第一步的防范 就是说我为了要避免漏这个收入的部分 因为刚好提到这个 刚刚漏收入跟福报费用 那漏收入一定是比较严重的 对 这第一个防范 那第二个防范就是要 按时的去记录这个金流记录 对 因为今天要收这笔钱 应该说今天赚钱的目的就是要收钱嘛 对 对 那我们今天在管理上面 如果就针对于这个点 去规定大家说 今天以后收钱啊 一定要同一个公司账户去收 对 那第一个可以避免就是可能有小金库的问题 对 就是可能员工自己有自己的小金库口袋 对 那就是公司资产就不见了 对 第一个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 那第二个好处就是说 我们针对在公司的这个账户里面去逐笔核对 我们到底收了多少钱 那去跟这个我们的这个 刚刚说到的工商凭证调出来的所得查询的部分 去做核对的时候就可以发现 是不是有扫漏收入 那通常扫漏收入可能就是保险的收入 或是一些补助 这个可能比较特别的项目 对 那大原则就是用这工商凭证去做 这第一个查掉所得的防范 目前查掉所得部分主要是查各类所得收入 不包含所有营收对不对 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 详实的记录这个金流记录 去做第二层的防护 对 那第三个的部分 其实新创公司可能会有点小吃力 也就是说 把这个会计账给做好 对 如实记账这样子 所以工商凭证其实很重要 对 我常常听过这个东西 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对 我会觉得其实蛮重要的 当然因为有一些过往的这个公司 可能觉得习惯上不习惯 还没有在使用 不过 我这边 对于这新创公司的记忆就是 那个其实也没有多少钱 就办一张吧 对 对 420块 然后详细进入金流 其实这个应该也是很基本的工作 因为自己公司是赚多少钱 且应该是赚公司最重要的事情 对 开公司其实就是要赚钱嘛 结果 自己公司手上经过多少钱都搞不清楚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是很奇怪的事情 不过 好像很常见 对 因为大部分的老板都是这个业务属性出身的嘛 对 对 所以就很冲 但是这个财务费面可能就是因为需要花点时间去核对 就会比较 通常日理万机 所以就会出于管理 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律师看得很多 就是赚了很多钱 但是都不管自己的账 然后都把这个账什么都给会计处理 所以这个大小账都给会计自己盖 所以这个给你盖就好 然后后来 这个会计当然就拿去盖 拿去盖一盖 钱都拿走 连银行张都给会计 就太信任 然后会计认到就是 就是回过头来的时候 公司已经没钱 对 对 对啊 这个可能就是老板可能要想一下 就是说今天 其实我们在这个管理上 或是内部控制 就是说自我管理 公司自己自治的部分 建议就是说 这个会计可以帮你去记账 报税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碰到这个钱的部分 金流部分还是要分开 是 因为除了会计之外 我们还有个行业叫做出纳 对 当然小公司会计跟出纳 可能会 人手不足的关系 不过这出纳的这个职能 就是保管这应账的职能 最好还是回归到 这个老板身上 会比较好一些 对 因为其实 在这个辅导过程中 也蛮多案例 就是之前碰到一个案例 就是他是旅行社 OK 对 那来找我的时候 就是说 那个会计小姐说 他下个月要出国 已经不见了 然后他是旅行社 因为那种家中旅行社 可能就要提存一些保证金 对 然后结果连保证金都不见了 那东西都被拿走了 因为他是那个老板 是一个老老板 对 那他其实已经有点状况 所以就没办法去做下去 所以想要把这个东西做一个 把这个公司做个解散 对 然后要去做解散的时候 想说 诶 那有当初这提存的保证金 我要把它拿回来啊 对 对 想不到这个会计小姐 听到这件事之后 就说 我要出国去找男友 对 然后就不见了 对 那其实那个 我觉得 他跟我询问的 跟我咨询的是他的太太啦 对 那他就是其实也看得蛮开 就说这个钱就算了啦 应该是回不来了 对对对 就是说那问我说 那怎么去办理这个 停业或解散登记这样子 OK 对对对 只要碰到这样的状况 好 那我既然聊这么多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 报税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状况 那可能都会被罚钱 都是讲一些比较 不开心的事情 那我们最后来跟 周会计师聊一些开心的 就是大家都会想要知道 怎么结税 是 那有没有一些合法结税的 配方 像是大家会听说 如果我们是个人工作室 或者是自营业者 或真的是就是 没有登记任何东西 完全以个人名誉来接案 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比如说可能是 可能什么摄影师 什么甜点师 根本就是可能刚出社会 所以就也没有想那么多 反正有案就接 都钱老报单 所以就会来问我说 听说成立公司可以结税 这观点是正确的吗 是不是真的成立公司 一定会比个人工作室 或者是自营业者来划算 了解 如果单纯就税务上考量的话 当然就是 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个案判断 这个因为行业别的不同 那当然因为每行业别 这个使用这个税率 就刚刚说到扩大输成税率 可能就不太一样 第一个是这样子 那第二个是说 今天开立公司 其实我们的这个税 跟个人公司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公司 它可以达到一个 遞延缴税的效果 对对 因为个人的部分 假设今年的这部分 收入偏高一点 那其实当年度就要结算 把它缴掉 那其实刚刚有稍微 前面也有提到 就是说今天开了公司之后 我们的鼓励 应该说会变成公司的盈余 那公司其实 是另外一个人 他口袋的钱 就公司缴完税就没事了 那他就是说 公司的这个税率是20% 对 如果当年度的这个收入 如果飙高超过 20%以上的税率的时候 公司可以去做一个 平稳化的动作 那第二年的时候 也可以再考虑说 要不要去做 这样的分配盈余 那如果这样做规划的话 其实公司的弹性 是稍微多一些 对 那其实 究竟有没有结到这个税 还是要去看 他的这个属性是什么 对 那如果说是当年度 就是非常高的这种收入的话 可能就规划公司 或许会比较好一点 OK 对 公司如果赚很多钱的话 盈余可以慢慢分的意思吗 对 就是会再多缴一个 未分配盈余税 OK 对 因为如果 今年赚很多钱 但是全部都是 个人所得税的话 可能适用会 会适用到很高的税率几句 对对5%到40% 可能一瞬间到40% 就变得真的 假设今天真的很富有 赚很多钱的话 假设听众朋友 你试用40%的话 我觉得也恭喜你 是是 假设你今年真的赚很多钱 但是如果是开公司的话 今年赚那么多钱 不急得今年 放到自己口袋里面 反正公司也是你的 先放在公司里面 是是是 明年后年大后年 反正慢慢拿出来就好了 不急得拿出来 对对 但是我认为是说 其实开公司之后 老板的心态也会变 就是说我今天 这笔钱放到这边 那我领出来 也是可能就自己花掉 每路分配话 也是自己花掉 那或许他就会想说 那我这笔钱 是不是可以 我在事业上 可以做不一样的发展 留在公司里面 也算是一种投资 对对对 就可能再把它用成 不同开销去花掉这样子 所以开公司之后 大家的视野 会变更不一样 对对对 因为开公司 其实相对来说 资源还是比较多 对像这个 马上判这边 也是有这样的资源 可以给企业这辅导 做运用 对那其实 龟哥提到这个问题 我刚刚有想到 基本上会问这些问题 大部分是几种样态的人们 对第一种 就是这种自营业者 是 对对 就是可能 自己做工作室 那就是开这个 然后报单 等等的 那第二种可能是 这个超业 对 超级业务员 奖金非常多 对 可能想说这怎么去 看是不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这个工程师蛮多的 对对对 就是在体制下面 就是这个薪资的部分 那其实针对这种三种 不同的高收入所的 其实都有不同的 这个规划方式 是 对对对 那如果说 不禁得每一个都是 开公司都是好的 了解 那可能就可以利用一些 个人的这个 劳退薪资的提拨 来去减少一些缴税 OK 对对对 不同的状况 还是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对对对对 所以 一昧的开公司也不一定是 完完全全是解药这样子 那我们还有什么 其他的合法的 减税的方法吗 一些小小的 paypal这样子 在于这个 刚好提到 这个个人的部分 那我会觉得是说 当然如果说 已经成立了公司的话 那我们当然就是要 善加利用这些 解税的资源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可以跟着 这个政府的 法令走 一定是最吃香的 那其实我刚刚有稍微 提到这扩大书神 打八折的部分 对 那除了之外的话 其实针对特定的行业 其实还是可以去 透过一些不同的 解税方式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例如说 今年可能还有一些新的 例如说这运动产业 如果说公司有 捐给他们的专户 那其实我们在捐赠的 这个1000万的额度之内 可以减免这个1.5倍 就比如说 我今天捐了100万 到这个专户里面 我就可以扣150万的 这个费用 对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为了国家 我们就是有这个 教兆请假的这个薪资 因为有时候 员工要去教兆嘛 那业主还是要付这笔钱 给他去 就因为还是 还是有这个劳务关系 还要付这笔薪资 那这一部分的薪资 费用的话 可以抵免150% 也是1.5倍 对 大概是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 就是说 可以去把握看看 就是这个产创新创条例 跟这个申科医药产业发展条例 这个可能对一般来说 稍微陌生一点点 但产创这个条例 其实还是可以试试看 如果说他有投入这个AI 刚刚稍微聊到的AI 或者5G 这个第五代行动通讯系统 或者是支通安全的服务 这种的 投资100万到11内的话 就可以抵典 这个当年度的这个 引锁税 这是公司的部分 其实蛮多人使用 是这个产创的 这个23条之三 就实施投资的部分 那实施投资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公司 只要有做实施投资的动作 那在发生三年度 在本业上做投资 例如说投资盖建筑物 或是软硬体的设备 或技术 投入在这上面的话 我们可以去抵减 这微分配盈域 对 就是刚刚说的 如果我今天不分配 我要缴的税 这个部分可以去做 抵免扣除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周正和会计师 来到法科电台 来跟我们分享 中小企业 常见的税务问题 尤其是现在5月 报税季到了 大家抢到报税 都一个头两个大 所以我们今天 真的很感谢周会计师 来跟我分享这些 跟报税有关的一些 要注意的事情 像今天跟我们分享的 漏报跟福报 真的是可能会罚钱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 逃税而非受罚 这是我们要去注意的事情 今天也跟我们分享了 原来这个凭证 它在使用上面 有哪一些 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方式 然后最后也跟我们分享了 一些合法的 结税的一些方向 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 我们周正和会计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 然后在节目最后 我跟大家分享 如果各位中小企业 朋友遇到财快问题 可以透过我们的 马上办服务中心 即财快资讯服务网 提出你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 更进一步的财快规划 或税务问题 那企业朋友 也可以透过 申请财快诊断 来找到适合的会计师 和财务顾问 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除了提供 企业财快服务外 也提供许多企业辅导资源 如果企业朋友们 有其他经营企业的相关问题 欢迎拨打 马上办服务 每对钻线0800-056476 担心博物内容 请先网站资讯 那我们今天 谢谢初生和会计师 谢谢 谢谢 谢谢